品明星百态看传奇人生 林大师带你走进不一样的流淘 陛下 月儿弯弯 朝九州 几家欢喜 这是何人 刘涛在大宋公辞出演刘娥 演技再好也演不出15岁的少女感 从周迅到张子怡再到现在的刘涛青春不在 不少当红大白女星都输在了少女感 有着大名公辞诸语在前 大家对大宋公辞的要求自然高了 虽然表现平价或于残板 但刘娥和刘涛在人生轨迹上却颇有共情 始于微末却成为女强人 刘涛的成功可谓来之不易 小时候的刘涛生活并不富裕 买米换煤气等各种家务事 刘涛都得帮着做 从小就养成了独立坚强的性格 15岁那年 刘涛成为部队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兵 除了军事训练就是学习舞台表演 早上五点起床六点集合 长跑三公里 挑水种菜喂猪都是每天必做的功课 三年的军营生活简单又艰苦 但磨练了她的意志 从而让她更加坚强 2000年 22岁的刘涛被外来媳妇本地狼的导演选中 从此进入演艺圈 最后幸运的刘涛先后出演了 《还珠格格三》 《天龙八部》 《白蛇传》等几部剧 而她也牢牢把握住了这得来不易的机会 刘涛饰演的阿珠 眼神灵动 似有一股动人气韵 令人眼前一亮 她把阿珠内敛含蓄的情感刻画得细腻深入 剧中刘涛 含情看着胡君的眼神 让很多人都怀疑当时刘涛是真爱上了胡君 虽然剧集没有超越经典 但是刘涛却凭借实力演技 塑造出一个个出彩的角色 让观众记住了刘涛这个名字 有人说刘涛的事业和婚姻是相互成就的 没有那段跌宕起伏 如传奇的婚姻生活 也没有如今功成名就 事业有成的刘涛 2008年 人气一路上涨 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刘涛 却忽然选择赏婚 嫁给有着京城四少之称的王科 在婚礼当天还宣布退出娱乐圈 表示要在家相夫教子 因此被网友误认为是潘高枝的女明星 然而天不随人怨 刘涛的全职太太没做多久 王科就破产 并欠下高达4亿元的巨债 还患上了抑郁症 刘涛在产房里生二胎的时候 王科因抑郁症 在另一个病房急救 就在大家都以为刘涛肯定会离婚时 刘涛却挺身而出重返影视圈 日夜兼程拍戏赚钱 五年拍了25部剧 不仅还清了4亿欠款 还带着王科去治病散心 让他走出阴霾 努力生活慢慢走出抑郁的阴影 刘涛也因此赢得国民贤妻的美誉 在新人辈出的娱乐圈 复出之路是艰辛的 但是凭借着批命三娘的尽头 颜值与演技并存的刘涛 硬是杀出一条血路 2013年 他凭借老友索依 获得第十届精英电视艺术节 最佳表演艺术女演员奖 及第27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女演员 我觉得 其实我只是一直的 很认真的 很努力的 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就是踏踏实实的演戏 然后挑战自己一些 愿意尝试的 因为我觉得 人有梦想 就应该去实现 感谢我们在这样一个年代 能够让我们去实现这样一个梦想 而真正让刘涛 重回公众视线的 是湖南卫视 花儿与少年真人秀 温柔平和体贴又有主见的刘涛 表现可圈可点 旅行中收拾旅行箱 他条理清晰 收纳有方 在行程陷入僵局 众人无措抱怨时 他不声不响 干练果决解决问题 许多细节都让观众 看到了生活中真实的刘涛 一时间曲奇当曲刘涛的网络评论 不绝于耳 这部真人秀 为他奠定了 国民好媳妇的地位 也打开了他日后 节节高的演绎之路 付出的刘涛 在电视圈越战越勇 再次迎来事业的高光时刻 代表作《狼牙榜》 欢乐颂 他更凭借《芈月传》 掌握白玉兰最佳女配角 及中国精英电视节 最具人气女演员 人气口碑双丰收后 刘涛的事业全面开花 不仅获得了音乐真人秀 跨界歌王第一届冠军 还三度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甚至直播带货 创下1.48亿的销量 魔力过后的刘涛 心态淡然 热爱生活的他也热衷慈善 他学佛 因为拍戏看到一只很漂亮的羊 被拿来做烤全羊 他选择吃素 在航红晒出的各种捐款名单中 刘涛总是名列前茅 也许是经历了婚姻家庭的大风大浪 他希望自己能给别人 在黑暗中带来一丝曙光 这就是刘涛 无论在戏里戏外 他从来不会让自己 有一个固定的标签 他不断地自我颠覆 展示着多种可能性 他的身上有优雅的一面 又有帅气的一面 在演员的道路上 他不断地勇于突破自我 在生活中他也拒绝妥协 无怪乎出了名毒蛇的金星 赞许他鼓气女人 可以独自撑起一片天